如果我刚刚提到 假设我希望 就是不用每一个工作表都做一样的事情 而是希望说 我只要在助专这个工作表里面一个 然后自动帮我跳下一个 做完一样的事情 ok 然后再换下一个 最后呢 如果你做完就停在这边怪怪的 所以理论上再帮我跳回到 第一个工作表 那是最好的 ok 只是说我的程式该如何撰写 接下来的话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云端白板上面 其实云端白板上面也有 这边的话有特别提到有关多工作表的切换 那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因为我需要切 总共从第一个一直到第四个 那这里的话呢 如果你要让它去切换这个动作的话 它需要重复做 那所以重复做一样要跑个回圈 那只是说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回圈怎么样 放在原来回圈的 记得喔 外面也就是原来的回圈 这边好像多少到这个 这边应该是没 原来的 原来的是 应该是没有颜色 原来的在这里 OK 原来的范围 那也就是说 我们会在原来的回圈外面 在包一个所谓的工作表回圈 那工作表回圈的话呢 其实关键 关键的动作在这里 其实就是什么 shits OK 哪一个工作表的话呢 那就是加一个变数 OK 如果你这个shitss里面是放1的话 那后面加一个方法 叫点slate的话 点slate的意思是说 切到那一个工作表 切到那一个工作表 那所以呢 我只要回圈一跑 他第一次一定是1 1的话一定是什么 先停在助转 第一个工作表 然后呢 换下一个的话 next 这边next的话 那s就变2 1变2 所以第二个 意思是说切到第二个工作表 也就是说呢 将来 你shits 刮虎里面 你可以放数字 也可以放文字 比如说你假设要切到 柱砖 你就里面 刮虎里面就放什么 一个文字叫柱砖 0组 只是说因为我们 假如要用回圈来叙数的话 那这个地方只能用1234 1234 那最后的话再切回去 OK 所以我们如果说要写 这个刚刚的 假设从清除开始 OK 那我们基本上的话 只要再增加四行就可以了 那写的方法的话 基本上我写这个 基本上大概有个固定的写法 第一个的话呢 一般习惯 我会在原来的回圈的上面 然后把它Enter两下 Enter两下的话 接下来按一个TAB之后的话 再打一个 OK 首先的话呢 那一般如果我要跨工作表的话 那写的方法 我再跟各位讲一下 一般我的习惯 我是建议你把它熟悉之后 以后就照这样的方式来写的话 基本上比较不容易出错 那第一个比如说清除的话 我的习惯会在清除的 这个sub下 后面呢 按两下Enter 移到上面 然后按一个TAB键 下一阶 然后打一个什么 for s 那s当然呢 你可以用别的 变数名称也可以 我是取s 比较好记 等于什么呢 1到4 意思说呢 我有四个工作表 Enter两下 打一个next OK 然后呢 移到上面之后的话 再按一个TAB 里面的话 主要是切换 切换工作表 切换工作表 叫sheet 哪一个工作表 s heet 加s OK 哪一个的话呢 那 我们就给s 意思就是说 我会在1到4之间的工作表 做切换 那切换的话呢 它有个方法 名称叫select select 就是什么 切过去的意思 OK 再Enter一下 好 那基本上的话呢 再Enter一下之后的话呢 意思就是要做什么事 做底下这个回圈的事情 所以哦 特别注意 最难的地方 大概就在这里 那我要把刚刚的这个回圈 放在 这个sheets 的下一行 那你请各位特别注意看一下 我怎么做啦 因为 建议还是不要做错 因为最容易 我习惯是把它选取做拖拉 放在NAS上面这一行 好 那 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4回圈 假如说呢 你是这个外回圈的话 你可以在sub的下一阶 可是如果说你是在里面做的事情的话 一般习惯 会再让它什么 再跳到下一阶 那怎么跳下一阶 特别的话 选取里面的这个回圈按tape键 好 这样的话基本上 我们清除多工作表的部分呢 基本上就完工了啦 OK 基本上的话 我们其实是把原来的这个for回圈 放到我们的工作表回圈 OK 那为了让这个最后的流程 因为你如果假如跑完之后 基本上它会停在哪一个 第四个 所以一般习惯 我会让它跳回到第一个 那怎么跳回到第一个 那怎么跳回到第一个 其实就这个 序齿刮弧里面的s 把它改成1 就可以 所以我拿这个这一行 序齿刮弧s的这一行 把它复制贴到这边来 按个tape键 然后呢 把s改成1 意思就是说呢 上面动作帮我清除完之后 帮我再切回 第一个工作表 OK 那其实同样的动作 这个考评的话也是一样 所以enter两下 上面的话是什么 for i 这个 所以把它复制过来 好了 然后 我再做一次 那这边是nest 然后把底下的这个 for nest 移到 移到这个 sheets的下一行 然后记得选 这个回圈呢 按个tape键 并且呢 在最后面这一行呢 让它跳回到 第一个工作表 OK 那我们就可以拿这一行 来复制 拿这个s改成1 就可以了 意思是说 帮我跑完之后 再切回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做完之后的话 理论上呢 我们就完成 多工作表切换的动作 我先清除好了 清除的话 基本上呢 呃 我们这样看好了 基本上我这边设中钻点 好了 我让这边先停一下 OK 执行 那目前s的话是1 所以它会先把 第一个工作表先清空 有没有 这个 OK 然后清空之后s等于2 所以你会发现 执行这一行的话呢 sheets2.slate 这一行执行完之后的话呢 那底下的工作表 它会被切过来 OK 那其实因为里面本来没有啦 也是一样啦 所以切 然后再来就第三个 第四个 所以这边sheets等于3 所以它又把办事员部分 切过来之后清空 然后再来就是 助理员也是一样 最后的话呢 再切回到第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呢 这一行执行完之后 它又会被切到第一个了 OK 那同样的道理啦 我们这边的话 一样就是 这边一样设个中断点好了 把这边设个中断点 OK 然后把它执行 这个考评 那sheets等于1 所以呢 它会先针对这个工作表 去做什么呢 做底下的事情 有没有 全部都输出公式 那sheets等于2的话呢 它就切到第二个 0组 然后把底下的公式丢过来 OK 然后再来跑 跑完之后 再来就第三个 一迟内推 OK 办事员 有没有 然后再来就是 再来就是助理员 最后的话呢 如果我没有加这一行 它不会切回到第一个住专 所以我们多这一行 当然比较贴心 你不加钱没关系 只是说变成你手动要再点一下 那最后我就把 这个工作表的位置 再切回到助理员 不 助专 OK切过来了 那就完成 这个中断点 如果以后你们要除错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加 它会停下来 你可以按F8 或者按执行 可以让它继续 如果 你将来不想让程式停下来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点掉 这样点上去 就让它消失 OK 好 那最后做完之后 你会把它清除 它就这样 OK 然后就一个清完 下一个 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直到没有为止 OK 不过另外当然 也会衍生另外一个问题 同一说老师 为什么 那个清除 这个动作 好像似乎太慢了一点 有没有 你会发现已经跑到快 快要当机了吧 OK 那当然 原因 我前面有讲过 基本上 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储存格 一个储存格 一个储存格 慢慢清除 所以呢 如果说你假设 觉得这样的效率不脏的话 那方法很简单 你就把它什么 改成 用Range的方式 Range的方式 我这边 在云端上好像也有放 Range的方式的话 就是什么 你可以用Range B3 那当然因为 如果是同一个范围的话 你可以连续的 那因为B栏 跟其他栏好像没有连在一起 因为它中间有C栏 所以这个一个 D跟E有连在一起 所以D跟E可以一起 那K跟N可以一起 所以其实可以分三个范围 然后另外的话 你可以向下追踪 所以你可以怎么 再加个R 就这四行 那你可以怎么 把它放到 假设我刚刚 执行效率不脏 那我可以怎么 把刚刚的这一个方式 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原来的这个 Sales清除的这个部分 就是这个把它注解掉 好了 然后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里 贴上 OK 那好像 再把它按个Tab 好了 下一切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理论上 应该这样会快很多 那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考评 所以这个清除比较慢 那考评的话 当然没办法 如果快慢这个 因为它一定也是一个出生格 一个出生格 去输入那个资料 如果你假设要清除快一点 我已经把它改了 本来是一个一个的清除 OK B到N 那我把它改成什么 向下追踪之后 然后呢 给这个先清B 再D1 再KN OK 这范围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设置中断点好了 这边先停一下 那它向下追踪到了 R等于40 所以它先清第一个范围 再清第二个范围 再清第三个范围 OK 然后再Next 看起来的话呢 我这边中断点拿掉了 我看一下 应该会快很多 所以 这边呢 把它全部执行 Ctrl break 那应该不需要回劝了 因为呢 变成说 这个FORI 等于3到 这个往下追踪的话 那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是FORNESS 这个回圈 其实也不需要了 只要范围就可以了 所以我把它放在里面的话 那你会发现 它甚至会跑到当掉为止 所以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切换那个工作表部分 就是FORS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最后呢 如果你希望 可以让它加速的话 其实只要什么 只要在把原来的Sales清除 改成Range清除 OK 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